最近台灣九二共識特別火 那來談談什麼叫做九二共識吧 九二共識簡單來說 就是美共識 那時道文記背景是這樣的 台灣即將結束專政迎接著民主普選 但國民黨在自己政權結束的時候 跟中共談一種口頭上的協議 記住是口頭 大致上意思是說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但一對最重要的誰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還是人民共和國 卻選擇了各表 你表你的我表我的 這種模糊不心好像就被日後成人分身 大陸那邊當然是宣稱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台灣則說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目前喊的最起勁的好像就是馬英九了 這張強調一中是中華民國 現在九二共識很明顯就是只有一中 只有一中沒有各表 那現在CDW集長一中沒有各表 我們認為有 而且我們會堅持有 不得不說 無論是馬英九的說法還是九二共識 說白都是活在自己的妄想世界 聽到之後居然有人不知道九二共識 我想也明白一件事了 那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 就是沒共識啊 難怪有人說了 明明就只有九二會談 哪來的共識啊 哦本來嘛 共識的意思是說 雙方有一致的理解沒有分歧 如果中國會因為文化大革命 中文詞彙比台灣差的話 那麼現在老師好好教你們 這情形就讓小孩跟媽媽姓 還是跟爸爸姓 堅持不下後 兩個人同時說 跟我姓 所以你表你的 我表我的 結束後還說 我們達成共識了 我想認識的來看都是一齣 鬧曲 順便一提 現在台灣政局其實很簡單 民進黨要獨立 而國民黨假裝為台灣好 實際上言行不一的 慢慢搞統一 而許多黨派甚至光明正大的搞統一 當中很多人跟共產黨 有私下有黑箱交易的人 如果台灣真的變成中國的 台灣就會上升民主徒選制度 看看現在的香港特首 已經變成黨中央委任的 連官員上去都還要通過 共產黨的思想檢測 你希望台灣變成這個樣子嗎 總之讓這些人待在台灣 百害而無益力 當局政府不管用任何手段 都要像秋風扫落葉 把自己人關進監獄獲得趕出台灣 大客戶敢作敢操 我如果做了什麼東西 一定一定承擔 但是如果要捕風捉影 羅織我入贅 我也絕對不會承認 也相信司法會還給我清白 啊 拉尾正題 台灣人以後要投票 真的要看清楚人家的顏色 因為不管他選錢如何淡化自己的色彩 口號喊得再好聽 恭喜賣的故事 人進來 高雄發大財 當他盪選的時候 馬上就人形畢弱 先前的政見 實言都是有可能的 自治九二公司 我獲得高雄市民最新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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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韓國瑜先生呢 在他上任之前 就已經先承認了 九二共識 並積極籌備相關的市政工作 我們想知道一件事 你知道九二共識是什麼嗎 先生請問你知道 九二共識是什麼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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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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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清楚 不少人不清楚九二共識 到底是什麼 紛紛上網搜尋 鍵盤敲啞敲答案立刻浮現 從網路聲量趨勢看得更清楚 25號零點 韓國瑜宣布勝選之後 網路上開始出現搜尋熱潮 而且討論聲量急劇飆升 按照地理位置分析 高雄市更是占了第一位 我獲得高雄市民最新的授權 如果我當高雄市民最新的授權 我會拜託私議會 我們不惜任何代價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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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邀請 迪士尼熱人來高雄 不是想蓋就蓋 好不好 沒有那個空間蓋不出來 迪士尼它旁邊 有1億人口的市場 那現在台灣只有2300萬人 未必能夠達成 高靠引擎聲加上時速 超過300公里刺激感 高雄市長韓國瑜喊出 要引進F1賽車 開直播突然大轉彎 又說沒辦法 把問題怪到機場上 可以一直停波音747嗎 據我的資料了解 波音747跟 韓國瑜說法只是找借口 狂酸不能辦 F1居然是和機場有關 邏輯完全不敢恭維 實際向高雄航空站求證 以現有小港機場跑道來看 長3150公尺 除了全球最大運輸機之外 也有不同大型民航機型安全起降紀錄 航空迷拿著望遠鏡和高倍速鏡頭相機 在小港機場旁等候橋角度 早在2011年號稱全球量產最大運輸機 俄羅斯安拓諾夫AN124 夢想式超級運輸機 這層飛抵高雄小港機場 大型的77的這樣的飛機 都可以容納在我們的小港機場降落 我也建議一下韓市長 趕快先把你的局修首長先補齊 那再來談你的夢想 我一直在想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告台灣同胞書 如果在九合一選舉前開獎 那麼韓兔子跟眾多國民黨代表 能選上嗎 請問一下 為了 請問一下 ④